6月11日,我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,医疗保障组在加强发热门诊和愿感防控方面,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。 一是严格发热门诊管理,要求全市各医疗机构,特别是设有发热门诊的79家医疗机构,包括军队的6家。 对就诊的发热人员全部进行新冠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,以及CT和血肠规检测,简称1加3检测。 进一步加强相关流行病学询问,特别是近十四内有无去过新发地等农贸市场场所,在等待检验检查结果期间,患者要按照要求就近的严格规范管理,要求各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不得拒诊。 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,不得停诊,随时对就诊人员数量进行监测。 发现就诊人员异常增加时,要迅速向辖区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,并采取应急的处置措施,充分发挥好发热门诊的探头和前扫作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